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那个苗栗那个就是鼓励返乡串 对啊 那个非常好啊 论述啦 论述要精准一点就好了 论述精准就是不要微微懦懦的 被人家一问就害怕 好啦论述精准表示总统府的幕僚要修正了 等一下我们再来批好了 花神也要来啊 不过花神没有左岸 乖乖的嘛 现在都要陆续来台湾啊 对啊 台湾很棒啊 那你不是忙死了吗 我很忙啊 我肉都订不到啊 因为你特贪吃我知道 我很贪吃 我又怕胖 我礼拜一介绍那个Can Bakery 我吃了那个一半的那个Sour Bread 这样啊 好吃啊 那另外那一半呢 带给我的情人吃 干嘛呀 这是播出的耶 啊 糟了糟了 我们制作人丘儒生气了 说请你们正经一点 好 马上 时间18点11分19秒 我们先请教郭正亮先生 为什么小代他没有打进八强呢 我们真的非常意外 对啊 因为他事实上比那个周天成 蓝丹还要优秀 为什么 他有稍微解释了 就是临场他可能有点受伤啊 我先解释为什么要请教郭正亮 因为他自己是 前任 前任羽球协会的理事长 已经两届了 对 我知道 但是他一直 因为现在这个是连任 但戴姿宜一直被认为是 而且有人还乐观到他可以拿牌耶 如果 他进入就是八强嘛 那就碰到王一涵 王一涵是中国排名第二 那八强那个是苦战 那一战如果过了 我们认为他就是金银牌 对啊 是啊 怎么会连八强都没进 所以卡在16强太意外了 因为这个新都以前 在印度这个选手 对对对 没那么强嘛 他长得非常高了 179 嗯 戴姿宁162 对 戴姿宁是比较刁砖型的 那个 他速度也很快 而且强有力了 嗯 真的昨天我们太意外了 他 戴姿宁只有22岁 对啊 现在才21不到22 他16岁不就出道吗 更早 这小朋友 更早 天才了 他15岁就夹祖球员了 好可惜哦 嗯 然后昨天你看啊 你们羽球协会又发生说 羽球协会叫他去穿 那个鞋子 然后他要自己 这个长期都是 我们的这个运动协会怎么这么 不不不不不 这个我跟你讲啊 这个问题长期都存在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会协调成这样 因为那个秘书长 他有出来讲话了 他说应该不会罚了 就是说基本上 因为我们 这是合法的 不是台北公开赛 他在标那个冠名商的时候 通常他就经济的选手的衣服嘛 嗯 因为台北公开赛所有的选手也有参加 对啊 那那个时候就同时把奥会的选手包在内 就奥会的选手要穿的鞋子 那因为就是YY得标嘛 就Yonex嘛 可是我们因为要让选手有更大的空间 争取他的福利嘛 所以也让选手个别去签 所以他们自己也可以有代理 那这个在一般的公开赛是不会冲突的 就只有奥运冲突 结果戴志颖穿的是他自己的那个代理的 个人的就是胜利 就是我们台湾最有名的牌子嘛 本土也很好啊 我没有说不好啊 啊 就是说这个在 那干嘛羽球协会说要罚他呢 羽球协会已经被骂死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是传闻啊 不会骂是 我认为不会处理 郭委员会出来协调一下 我昨天有问秘书长啊 他说他们一定会妥善处理了 对呀 这个当然一定双方会各指一词嘛 因为这个是戴志颖是天才选手 当然希望你穿我的鞋子 对不 他们穿鞋子也是不也是特制的 也没有没有牌子耶 对不对 就那个在奥运场上是 只是那个型看起来是谁的牌 谁的牌啊 那个奥会规定 奥会规定嘛 那戴志颖没有穿 因为奥会是非奖金赛了 对 戴志颖因为没有穿 没有穿那个UNIX的这个这个 这个羽球的 那个型啊 对那所以就有点好像有点有点 我认为这个可以协调啊 可以协调啊 自己求协会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这个这个不是我们 不是今年的问题啦 以前都是 那不是网协跟那个 谢淑威之间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呃 这完全不一样 那是资源分配 那是资源分配 对 所以我们真的等一下我来请教你啊 这个啊 请教正亮 因为他自己做过体委会的副主委 嗯 这个这一次的奥运显示出来的 我们国家的体育政策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中间资源分配到一些恩怨 跟一些对选手的伤害 其实划不来 你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定位要清楚啦 对我请问你 如果谢淑威跟张勇然配对的话 搞不好张勇然本来是八强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人配对当然是更强 可能可以打进四强啊 不过可可你不能只看个人的球技啦 还有两个人的默契 嗯 默契 默契就是两个人好一点就有默契啊 为了双双前途啊 这里没有办法强迫嘛 两个人就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不是他们个人相处的问题 我怎么强迫 这又不是零和游戏 好奇怪哦 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 为什么谢家跟张家 配对很难讲 我们以前配混双 也有看过更好的男球员或女球员 这样不行啊 配不起来啊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奥运 那接下来周天成 因为他好像 明天他打进八强 他打进八强 不过南丹前面都非常可怕啦 他第一个碰到马来西亚的李中伟 李中伟跟林丹是世界前两名 长期都是前两名啊 这两个人 那可是他第八名 林丹还在后面 哦他现在就第八名了 不他八强 对啊 对就最少第八名了 就有奖金了不是吗 呃奥运没有奖金的啦 我们我们有啦 我们政府有啊 对对对当然 就已经有一百万 我周天成也非常优秀 他事实上在台北公开赛打败过林丹 哦是啊 对这是台湾有喜的第一个打败林丹的 好 带资营他这个嗯意外滑田路让大家很伤心 现在大家就把希望寄托在周天成小天身上 这是体育体坛的小天 他连续两场都直落都被打得非常好 不他们双打没有没有赢就是 哦那个对手太强 本来就没有赢 好马上回来看看奥运当中来看我们的体育政策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欸 嗯 嗯 你看人家新加坡出了一个schooling 嗯 波多黎各出了一个网球 而且那天那天立刻叫schooling day 嗯 然后网路传出这个笑话 嗯 所有的同学听到都滚倒 都不必要 今天要上学 因为他的名字就是school schooling 他的这个last name 马上回来 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8点21分06秒哈 很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羽球的奥运比赛当中 这个非常天才的又可爱的戴姿赢哈 这个嗯 我认为他他至少还可以打两次奥运 你说2020年 他才22岁嘛 年轻 26 30 都 人家飞鱼都31岁了 嗯 羽球选手事实上 以前就有达到30几岁 有啊 好 所以他还是可以打啊 然后羽球协会不要乱搞哦 不会啦 好 指引还是要加油啦 加油 他爸爸妈妈我们都很熟 熟哦 他从小就他就是弹性很高那种人 天才 打羽球的天才在哪里 对 就是看到羽毛球就 不他随便 他就很年轻打一打就打出遗嘱冠军 是啊是啊16岁的时候 然后15岁就变成家族球员 嗯 这个创历史记录 嗯 好今天 今天夜里面好像就周天成要打吧 啊 好希望他加油 李中伟李中伟真的非常可怕 嗯 本来马来西亚就是羽球王国啊 哈哈 对不对 好这一次哈 我把我只剩跆拳道了吗 哎对 哦 对我们这次得的牌不多 大部分都是女生 嗯 我们本来就女人王国啊 嗯 嗯 你跟他表情 嗯 那他想对我跟我的太太女儿岳母资金 嗯 五位鸟这次从谢苏薇的退训到现在为止 我们怎么看民进党政府在2020年的奥运当中他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我觉得小英要把体育政策当作核心啊 嗯 因为机会真的很大 嗯 那我听说今年预算会是有史以来最高 嗯 去年是87亿嘛 体育署啊 那我听说今年会接近100 嗯 我们台湾的体育预算如果是用去年87亿来讲啊 嗯 只有我们的总预算的0.46% 嗯 奥运是另外波预算吧 呃 奥运 不都是总的放在体育署预算里面 嗯 嗯 只是说不是平常的精英计划这种培训选手啊 嗯 那 你这样 等于总预算0.46% 比起别的国家很多都超过1% 嗯 尤其是体育你不是已经很强大的国家 就要拉把劲嘛 对啊 那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是钱的问题啦 还有第二个是我觉得有点定位不明啊 嗯 比如说我们体育署放在教育部下面 这个是很可笑的 你本来有体委会 为什么马英九把体委会给消灭了 消灭了嘛 就政府改组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两个路线在争议 对啊 一个就说应该让他变成体育部嘛 嗯嗯 那体育部的话就让他跟经济产业结合 对啊 哦 那让他有更多的资源进来嘛 资影台什么羽球啊 之类的 可是你放在教育部下就完全为了全民运动 对 然后为了那个选手的那个跟学制结合 嗯哼 那这样事实上使得 产业要投入变得非常 非常麻烦 因为竞技项目跟全民运动是不一样的 这是马英九任内搞的耶 是啊 嗯 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错的 啊 而且坦白讲台湾的体育署的地位实在太低了啦 啊哈 他在教育部里面耶 对啊 然后 全民运动跟竞技项目怎么会一样 竞技项目就是奥运这一些嘛 所以他应该有个体育部 一方面是全民运动 一方面就是竞技运动嘛 坦白讲全民运动 选手的培养 全民运动我坦白说了 很多国家根本 不推的啦 全民运动就自己去弄就是 民间自己你认为自己要健康 你就早上起来 你就会去搞有的没的嘛 我们还有那个十二个行政区 还有那个马英九搞的那个健身中心 比如说有人要慢跑太极拳什么 对啊对啊就自己做啊 你说这个体育署也要去弄吗 最需要用体育署来弄 我觉得这是这是CP值太低的预算之处 可是你的定位有问题嘛 那怎么办呢 那体育署就应该针对竞技项目才对嘛 是啊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竞技项目 我们是可以拿牌的 那那个2020年可以拿牌的 那个一定要结合产业了 这样他们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因为产业除了代言之外呢 还发挥啊 大陆只有这个就李宁啊 那个体操选手 不大陆不止了 大陆有很多产业支持选手 我说支持选手 还可以用选手去开发产业吗 那是个个别的造化 那我们台湾的那个运动器材 也做得很棒啊 他们也愿意支持 也愿意 如果是那个那个行 比如说戴志颖支持他的那个胜利 胜利 他做得非常好啊 我小时候就是胜利牌不是吗 他最近 最近十年他儿子接班做得非常好 对啊 因为他后来就去包韩国队 是哦 他从包韩国国家代表队开始 那韩国一开始也半信半疑 那后来发现他是在做得非常好啊 不输任何国家的别的来 嗯 那我问你啊 我们的单向协会是不是有些利益冲突啊 或是说嗯 私人贪婪啊 为什么有说什么一条龙包这个 包这个选手出国啊 什么什么这些 像蔡席爵这些 从协署位直到现在 大家都不太清楚 到底怎么回 蔡席爵啊 那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跟我们体育的体制有关啊 因为以前体委会成立之前有体总 对啊 我知道啊 体总的力量比体委会还大 体总他有点党政结合啊 那那个时候后来军退出嘛 对啊对啊 可是就是说各个民间协会都还在 嗯 但民间协会都被国民党的人把持啊 呃那个是选的 坦白讲你自己要去经营嘛 对我知道啊 不然我怎么选得上羽球呢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体委会一开始就 因为他的人不多啦 嗯 所以他不得不结合各种社团呢 一起搞体育 嗯哼 除非你要扩大编制 嗯 那就整个一把抓嘛 那你觉得蔡英文 中国就没有这种东西啊 对啊 中国就体育总会 他是头头领先 一把抓嘛 对啊 那蔡英文你认为在2020年奥运 呃在东京举行 嗯 这个大概对台湾人来讲可以大举去看奥运 大概有好几万人去看吧 那不止吧 我们一年都去一百多万人的观光客 那 而且日本有安全 作为我们 不止他就太多又又地利啊 人和 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主目标也 是啊 我我认为小英如果认真做体育 我们2020大有搞头了 嗯 像现在我们有机会得排的项目蛮多 对啊 大概有七八项 你像举重很可惜吗 这个 其实射击射箭如果认真训练也是可以的 就是定力了 嗯 射箭他可能是领场 那个啊 我听说韩国有还有把蛇放在你手上 对对 说领场那个啊 定力定力 这个 这次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 一些这个启发了 然后 希望那个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对于体育的 体育这个部分可以有一些比较弹性 因为我跟你讲没有理由说台湾选手做不到啦 既然亚洲选手都做到了 对 我们台湾凭什么做不到 所以你看人家那个新加坡我们刚刚讲的 是啊 那个游泳 那是最难的 他爸爸因为是欧亚混血儿 所以他体型比较不一样 其实游泳跟田径是最难的 哦对 对亚洲人来讲 嗯 可是问题是游泳田径 即使我们不能得牌 其他项目还很多啊 他这个Schooling昨天回应那个新加坡 简直是新加坡的英雄啊 对不对 我们还要进广告马上回来Schooling加油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好8点33分16秒全球快递Go 这个郭正亮在现场啊 阿亮刚才我们提到了 嗯 从这一次的奥运 对 来看奥运里面有非常多的政治斗争嘛 资源分配的斗争 有很多黑幕吧 你钱少当然会这样啊 因为钱不够用嘛 钱不够用 钱多大也是想抢啊 因为那个 呃会好很多了 比如说你如果开放 你如果完全开放产业进来 你觉得 像谢淑慧这种顶级的选手 他就让一个业界支持他就好了 他可以去拍广告啊 我知道啊 很多都可以放 也不是就是说 因为你你没有这样的 比如说你要不要抵税 要鼓励的 抵税啊 可是很奇怪啊 为什么我听傅达人说的 他说詹友然 因为要培养他的妹妹张浩琴 所以呢 他就不跟谢淑慧配 不他们两个本来就一起打了 对啊 这个有默契问题吗 你叫我怎么临时换双打 那谢淑慧他退出 是因为谢淑慧爸爸生气 说不让我去教练 做教练 让詹友然去做教练 他显然就 我给你讲 是有点偏心 那个詹友然 女孩子女选手啊 因为爸爸会不放心嘛 对啊跟着 那通常爸爸也是那一行的啦 教练对 所以我们台湾的羽球网球的父亲教练特别多 哦是哦 父亲教练 好好玩哦 比如戴志颖他爸爸戴兰凯 也是教练啊 高雄羽球的总干事啊 哦是哦 那你想一想嘛 你女儿15岁就这么优秀 他会不陪着去吗 一定啊 又是女生啊 一定带他打嘛 那一定会这样 因为全世界各地跑 那为什么詹友然爸爸可以去 谢淑慧爸爸就不可以去嘞 所以往前要说清楚啊 那个有制度啦 对啦 那谢淑慧就很亲 我知道啦 那他习惯跟他爸爸嘛 对啊 坦白讲他爸爸也不能进选手村啊 啊 这个奥运规定是很严的 对啊但是 但是有爸爸在总比没有好嘛 呃 可是这个 我觉得这里面有点 我给你讲啊 这个制度啊 都叫父亲教练制度啊 这个亚洲国家是台湾很独特的 我们的习俗 我们没有建立制度 哦 所以就是爸爸带着女儿打啊 最后就变成了 就是你流点就是哎呀 你习惯就好 对对 像韩国大陆怎么可能这样搞 要专业化了 对啊 好嘛那这个 这个这件事情 从詹友然 谢淑薇的啊 退退退退退出奥运 可以得到一些检讨 这个制度要要讨论嘛 对不对 然后奥运选手村好了 嗯 为什么人家别的国家都这样 对奥运选手这么客气 那都是钱的问题啊 那新加坡人家还 也搞一个选手村啊 他们才25个选手 韩国跟日本还带厨师去 对啊 新加坡也有啊 那总统也去 坦白讲小英这次已经努力 让大家做商务仓了 因为小英是政党轮替之后才接的 坦白讲那林宏道也配合啊 对了 那个坦白讲也是他个人的钱 林宏道自己拿钱 对啊 你觉得还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是资源的问题啊 比如说你要不要拿抵税啊 特殊竞技 你要想办法用一笔钱跟一群人 然后来迎接2020年的奥运 我跟你讲只要去教育部管就完蛋了 啊 因为教育部是毫无商业头脑嘛 对啊 所以这一点恐怕也也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需要提醒民进党执政 要结合经济的思维 对这个非常重要 那这个啊 你看新加坡他在schooling他得奖之前 其实新加坡在奥运表现不好 我跟你讲新加坡多认真在搞体育了 对啊 他的预算是预算的1.2% 那因为他的人口不多嘛 对 所以他到印尼马来西亚去挖人家的国中高中的学生 对 然后让你国民待遇移民到新加坡 很多国家都这样 不是说桌球的那个全世界选手 够优嘛 那我就让你移民 对啊 那让你来当我国家代表队 对 那从国中高中就开始 但是新加坡比较弹性了 那我们呢 对 还有我们的人没有被挖走了 也有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是哈 当然禁要问题什么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因为奥运在本周末就要结束了嘛 嗯 对不对 好 这个将来希望我们民进党政府 因为刚好2020年的奥运都是在民进党政府执政 对 的这个阶段当中 我觉得台湾体育运动没有理由会输韩国这么多 这些特殊的适合我们体型的啊 桌球羽球啊 不你看韩国的表现就好 对啊 台拳啊 射击啊 射箭射击 我没有理由输他那么多了 嗯 因为韩国以前羽球我一路看他成长了嘛 对啊 他以前羽球很弱 现在变得很强 以前羽球就东南亚国家的选手 我们在大学的乔生同学都是打羽球专家 后来韩国就崛起了 就训练了 那七零年代的时候 平方球日本是第一名了 对 就被中国追过了 现在被中国追过了 所以这个绝对是制度的问题了 对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啦 嗯 来训练啊 是 好这一点哈 这次蔡文艺教练本来很高兴的啦 然后后来发生另外一个惊要的问题啊 什么的 好这个希望我们蔡总统林权政府 嗯 能够对这个方向啊 这个不要偏废掉了啊 嗯 另外呢 嗯 昨天我访问戴利埃啊 他说 他说蔡英文总统的民调 嗯 到今年下半年 可能可以好好拯救 嗯 否则的话明年起预算都是民进党政府编的 对 然后你的执政就更没有借口了 嗯 嗯 他觉得这个所谓的整合啊领导啊跨博会的写商很重要 其实那个民调我让我最警惕的啊 嗯 是中立选民的态度啦 对啊 然后三十到四十九岁选民的态度 哦 这一群人就是 哦 四十到五十九岁了 哦 这群人就是社会中间嘛 对 哦 那压力最大 对 然后还有这个 这些人最关心什么事 他不是指当然是经济嘛 那经济他的满意度只有七点几 我知道所以核心问题是经济嘛 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不是只有针对总统民调啦 哦 包括连民进党好感度 民进党立委的信任度 民党立委信任度 都跟着下降 不满意高于满意 全部都变成这样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立委很奇怪 为什么出国要公司不分呢 很多是自费吧 自费也不需要 那你就自己去自费干干净净 干嘛跟着团来团去年来年去的嘞 我不赞成这种事 甚至于啊 有些场合要避嫌 我都不赞成说你公费到到东京去开会 然后你顺道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朋友 我都不赞成 我们也常常出差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们当记者最容易出差 对不对 因为那个场合是国家安排的嘛 来来回回都是国家的钱啊 我懂嘛 你说你到了东京 我知道你意思 然后我从东京自费到某一个地方去看朋友 我知道你意思了 什么意思啊 那从台北到某一个地方去的机票钱谁付啊 他都是自费的 只是说有一些参访行程 这就是概念问题嘛 我知道我让你意思了 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太不高嘛 我知道你意思了 而且有一些场合如果不是跟团你去不了了 本来就是你那个侨民几万人的那个 那个几万块钱的餐宴 对不对 国会的参访那还是另外一回事哦 对不对 我知道了 那你带个太太小孩去干嘛呢 我就谴责向赵天林志龙委员 你们民进党委员小模小样的 没见过市面子 嗯 你为什么不讲话 他我想他也注意到这个批评了 不是注意到是你们民进党人 为什么没有一个自负要求 他确实是自费了 蔡英文总统 我根本就不认为公司就要清清楚楚 以后绝对不准你公公开行程 你要带你老婆请你回到台北 把你老婆再带出去玩 我知道了 所以我对赵天林我觉得他是我的 世心的学生 我觉得他那个说辞什么 简直是令我完全无法接受 可能侨团也是很热心啊 就是哎呀一起来吧 一起来吧这样 那当然这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不是这个是干干净净的一件事吗 就是苏院长苏嘉全院长的说法 我也不接受 因为日本日本我也去过啊 那侨团很热情的 你自己偷偷摸摸去谁管你啊 是了是了 那你出国非要叫人家那个那么大 出国是自己玩带的家人自己玩比较好 还是呢晚上要去侨团好 又等于把那个字收回来 还有苏嘉全院长 我认为苏院长身边的朋友没有人提醒他耶 他上次他刚上任没多久 他就去庙里上香 那时候被上医夫骂 嗯 说他的脸香前是用公费 嗯 上一副跟我骂过很多次 而且在五四新闻你也批过他 嗯 那他说人家王金平都不是这样子 嗯 那接下来没多久 那大家上一副就就觉得哎 你看公司不分啊 他们明明拿习惯这样的 可是苏院长这次去 脸香前会不会是在求国太平平安啊 我不知道了 但是就这种这种大小地方 嗯 心胸要非常清楚 嗯 你到东京去你带团去东京参访 你就回到台北之后 你自己再坐个飞机去北海道看你的朋友 可以吗 嗯 嗯 对不对 对 好 郭正良今天终于头脑清楚 啊 嘿嘿嘿 不这个我对各个党的要求都一样 后来我娘王金平说他每一次都这样 嗯 请民进党人士啊 你们不要在那个那个小的灰色地带啊 还在玩那种草根游戏好不好 做出泱泱大倒你的领导人的样子好不好 那些民党的委员自己摸摸鼻子吧 你那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 反正就应该的 谁要满意啊 可是其他的委员表现很好啊 嗯 像曾经麦就很好啊 很多了 很多都表现很好 顾力雄很好 很好 而且顾力雄还很帅 很多了 其实还有很多人也没有去日本啊 都在努力表现啊 现在修会我还看到好多立委在开记者会 很不错了 其他的都可以了 嗯 小心被我们逮到 嗯 马上回来 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好这个民调 当然最新的民调当然就是台湾明星指标民调 因为这个明星指标民调老板现在在压当中你知道吗 所以 真的啊 对啊 发生什么事啊 不是新新闻的老板吗 好好好 所以昨天私下也有人说 嗯 哈哈哈 但我相信带立安 所以不会扯太也不可能 民调是非常的专业的 带立安不可能 对了 你刚刚讲到这个民党立委的不满意度也高于满意度嘛 对 所以你民党立委 我还有那个是立委表现 对 还有一个是政党的好感度 好感度 国民党提升一点点 我民进党不满意度也变高了 对 所以这个是值得注意 到底问题出在哪 不因为事实上也是同样这个指标民调了 他一个月前做过民众关心的议题嘛 嗯 排名第一就经济 对 经济76% 对 那第二名我印象中是石安 对 那第三名是司法改革 嗯 党产是第五名 对 党产是第五名 党产关心的大概只有38% 嗯嗯嗯 所以没有错啦 你党产改革要推 可是 很关心的大概就是四成 我觉得因为党产已经很久时间 大家已经觉得 对有点麻麻痹 司法改革 那个就是新的嘛 而且大家有感受嘛 对 我坦白说了 比如说不孝法官 不良法官的退场机制 对 还有是不是有一个外部贫贱制度 对 很多人都觉得这些人太可恶了嘛 对啊 在法院随便判 对啊 那所有的我 我敢说只要进过法院呢 没有一个没有感觉的啦 对 对不对 所以就有钱判生 没钱判死 对 这种也是很多人的经验 所以你觉得谢文定跟林警方这个人事案的一个月的 嗯 这种 有影响 讨论 应该是吧 有影响 不过因为如果我们刚讲的哈 所以你是对司法体制本身的不信任 嗯 那显然就是要外力进来嘛 不然你怎么改 那蔡英文为什么会把这个事情当成好像是司法界的事情的样子 很怪 这个就是他太高估 他的本来的意思是说西方司法界的人投入嘛 他觉得用体制内的人 因为法官跟检察官 比较容易去说服他比较了解 对对对 因为法官跟检察官是终身职的 那合理吗 法官是终身职的 对啊 那你能够把他fire 谁会互相这个把利益给剥夺 可是就是说你让法官自己改 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坦白说啦 可是又必须他们参与 你知道吧 这里有个矛盾 嗯 就说 你现在里面大概就一千个人嘛 我请问你好多法官他怕那个改革吗 当然不怕 对啊 那就是混蛋那个法官才需要制裁啊 你刚刚讲的退退这个退场机制 跟惩罚的这个 还有评见制度 对啊 评见制度啊 现在法官 甚至有人说是参审制嘛 现在没有人拿法官有办法呀 因为他终身职嘛 除非他们贪污啊 什么被抓到 对不对 像上次那些乱干 不然他里顶多是掉到别的地方 他乱判一通 你拿他真的没办法 我还真碰过云林检察官 表现的不好被掉到金门的 嗯 那外岛不倒大呢 嗯 那他清水照要拿 是啊 所以这个司法改革很严重啊 这个制度有问题嘛 那我请问你现在怎么良双止痛呢 蔡英文总统 不所以我觉得他 不顾这个政治争议要自己来主导 我是支持他 司改会的召集人 我支持他啦 因为我坦白讲这个 你没有外力介入 要把他改的好 我非常怀疑啦 可是他是一个 他通常他都是隔一层距离 在看事情 他又不强力介入 那有用吗 总统府有很多委员会 他现在就只有这一个 他说他自己要当召集人 自己这样第一线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 我同意 做不成功你就不完了嘛 那表示他要堵住嘛 他愿意堵这一个 怎么看司法改革的结果 当然是这样啊 这个已成败论英雄 对啊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民间认为 讨论已久的那些问题 你要面对 制度化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 我们刚刚谈到了 不需要法官检察官 对啊 怎么退场 法官的评见 平常如何评见 对 那你要不要人民有机会参议 参审制 很多人家会问嘛 还有比如说 一审跟二审的法官 那一审法官是不是 让资深的也来做 嗯 哦 因为你 我们的一审 法官很多都非常年轻 之前 就年轻的不设红尘的法官 怎么样让他们了解红尘俗事 这里面一大堆问题了 但问题是 蔡英文自己是学法的 但是他没有 我看他大概没进过法院吧 他也没判过 看过判决书 他就没有看过法官 对他脸色不好的样子 所以还是要结合 对司法比较熟的人 那司法比较熟的人分很多啊 司改会 检改会 因为我看也吵起来了 他吵起来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吵起来就把各种制度摊开来谈嘛 我看他最后还是许忠丽做院长 他提名许忠丽大概是避免不了的啦 可能性很高啦 一个学者 然后副院长他就要找一个 可能会找女的 很突破性的 有实物经验的 我认为他还是会讲求性别平衡 哦 那他自己做召集人 副召集人就要找几个更强势的人啊 嗯 不一定会有 实际上司法改革实际上不是只有法官这一块 还有检察官啊 检察官就属于法务部总检察长 这个是在行政院 这个行政院系统 而且这个行政的权力更大嘛 那如果还牵涉到人民或者外力评鉴 啊 那这个就已经不是既有的司法体系可以处理了嘛 对啊 律师啊 我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并不认为是像外界所讲啦 说总统来 召集有多大的争议啦 因为你如果要动这整个体系啊 哪里有介入司法啊 这个独立 这个是讲制度 又不是司法个案 是啊 所以那些懒人 我认为他是 我认为没什么不对的 嗯哼是很对啊 但是他要他 但他不能像过去这三个月这样 你知道他做事情就有点 有点慢啊 他真的好慢啊 拖拖拉拉多泥带水 所以年轻是最典型的吗 你觉得是他幕僚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呃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周延啊 你知道吧 他个性个性就喜欢周延 严谨 他不喜欢那个强力出手 可是台湾需要一个强势的总统 坦白讲有很多问题啊 大家也都讨论很久了 对啊根本 他当选就是因为问题都很久了 大家希望他一站上去就解决 结果他把这些问题再拿来 晒在太阳下面 是啊 我同意你的讲法了 比如说年轻人坦白讲 李来西讲那些人到我之前不知道 对 还有拜托2012年我们上那个 全民开讲台了一个一年 是啊 那所以我觉得总统的幕僚有问题 我觉得 没有讲实话 我这个恐怕不是幕僚问题了 是他要拿出比较快的决断 好总统要改变你的领导模式 决断 要决断一点 你不能当机立断 对要当机立断 因为在11天就百日来 当断不断 你那个谢文定领警方什么江春南 再加上其他的很多事情就 就偷偷拉拉失血 我老机法也很典型 对 一粒一修这个七天假期什么的 嗯 本来明明七天假期就好好的 不晓得为什么 哪个魂球去跟脂肪讨一讨讨论完就变一粒一修 一粒一修又刹车 搞什么 我说该断就要断了 对呀 那 因为你几乎可以预期11天就百日 对呀会被减 所有的媒体都做民调 对 一定这样的 嗯 嗯 那压力就来了 嗯 还有蔡英文总统他不能这样 就好像距离很远 这个我觉得这个总统好像 不这跟你刚刚讲的那个有关系 嗯 总统要走到红尘俗世来耶 不像这个施改他是就走出来说 我要这样招 对呀他其他事情也好常常感觉到 他跟人民好像有点距离 其他其他感觉他就是授权哪 可是如果说授权做的并不好 对呀 那狂猫你要自己跳出来 对呀 因为毕竟你是真只有直接民意 授权他很多人士都还没有补满 你看国安会咨询委员还有三个缺媒补 我知道 国英事业全部换 我知道 他那么谨慎小心干嘛 我这是个性吧 我我觉得人们是信任你 让他用人都用自己 那你用的人是没有民意基础的 对啊 所以人家 人家当然 会比较苛刻的批评 有些做的不好 坦白讲最后都会伤到自己 我觉得做不好就立刻换啊 为什么还要脱咧 他有时候争议的东西他要自己出来整合啊 这个林权也不一定整合得了 你们的民进党对于林权来讲也是一个牛鬼蛇神的一个执政党啊 也没那么严重啊 好只剩20秒 嗯 27号下个礼拜吗 对 花联市长选举 对 如果输了对蔡英文有伤害吗 不能这样讲 我看好像赢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因为我就会问徐佳青 相当焦灼 就看傅昆琦最后出多少力了 好吧 徐佳青加油 张美慧加油 哈哈哈哈 张美慧加油 张美慧加油